高雄演唱会经济持续发威 今年高雄已经举办了近50场的演唱会 吸引了超过70万人次 11月英国听传Coreplay接力献唱 市府延续上半年加时演唱计划 月明凭演唱会门票 可以在高雄捷运站领取商圈夜市优惠券 从本周五也就是11月10号到12号三天 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 在7座高雄捷运车站发放 包含了左银巨蛋高雄车站 美丽岛 山多 延城谷以及凤山 其中三个站点包含了 左银巨蛋以及美丽岛 为了配合散场还有周边的夜市 特别延长发放时间到凌晨12点 一整年下来的演唱会效应 商圈也分享了效果出乎预期的好 想起当初Black Pin来台时 还准备不足有点措手不及 第一次实施的时候 我们其实我们是措手不及 因为韩国Black Pin天团 我们不晓得那个号召力那么大 第一次接触到所谓演唱会经济 我们其实真的是之前没有看好 但这一年与市府合作下来 这次Corpray来台 高雄商圈的摊贩们也摩拳擦掌 做好了准备迎来大量的人潮 要让旅客们先胖5公斤才可以走 我们这次准备充分 期待我们的演唱会经济 能够帮我们夜市 帮我们六合夜市 也帮其他高雄市所有的夜市 或者商圈带来更大的商机 而为了体贴歌迷保存门票 纪念性的需求 这次推出了Corpray的专属纪念票卡 可以在高雄捷运站兑换处 透过扫描QR Code 进行优惠券领取验证 保持票卡的完整性 不会留下记号 更不会影响入场 为了保持票卡的完整性 透过扫描票卡即可领券 不会留下记号 欢迎歌迷们踊跃领取 高雄演唱会经济持续发烧 借由举办演唱会带动高雄的经济 希望到来的旅客们 都能感受到港都的繁荣与美好 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